I love you,我不知不覺愛著你太多 I love you,卻不想跟她分一杯遇過 I love you,若最後保留朝止聖低給我 當作是回憶已是不錯 有情人就似沙素行河 有緣和分並不多 曾令你討意每天敷衍我 努力過這冰山都會有山火 I love you,我不知不覺愛著你太多 I love you,卻不想跟她分一杯遇過 I love you,若你在明日感到什麼不妥 I love you,卻不想跟她分一杯遇過 可能就是 我不會看到什麼就說什麼的 對 podría Need to rain under my mind 97 I'll be beginning after she said something 處理值 Bin 否則你教唆這些人做偽證啊 我沒有教唆他們 我教他們說事實 事實上我跟你… 事實上我跟你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麻烦 为什么你到现在 还不肯原谅我呀 我也真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一定要把事情 搬上法庭呢 我不过想 阿兄 我想辞职 干嘛辞职啊 为什么 你搞什么 干得好好的干嘛辞职啊 阿翔那家律师行 阿翔 哪个阿翔啊 蓝朗翔那家律师行 不是 中学翔 中学翔 哇 那么快就这么甜蜜了 有些人呢 想都想不来呀 你们两个下班可以见个够 你干嘛跳槽啊 就是 如果我不走的话 这样吧 反正我们律师行人手不够 他说想换个工作环境呢 原来你是想叫他过来做 哇 真是痴男怨女了 怎么样阿翔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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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苗姐 别的怪自我 我呢明天要上庭 那天晚上呢 你也知道麻烦上我那儿过的夜 你帮我车庭做工吧 我没见过 你明明捡到一只口红啊 我是捡到牙膏啊 我正在跟他谈恋爱 你不要怪做兄弟的不帮你 搞了那么久了 都没人知道你们在谈恋爱 这么说就是有人鬼鬼祟祟的 不是很大方 自己反省一下吧 也可我跟毕贤踢足球啊 案件编号8903申请人黄永山 追讨前夫黄国辉赡养费 欠款30万元 法官阁下 答辟人决定联讯 法官阁下 由于我当事人独立抚养三名子女 每天的负担越来越重 希望审讯可以尽快进行 你的要求我会备案 鉴于这次涉及的金额 超过裁判署追讨上线 本案将会转介地区法院审理 这算什么 那个死鬼不来不是判我赢吗 你的案子没审 要排期到别的法庭再审 这么麻烦 案件编号CC88333申请人杨明 对陈晓琳的胎儿申请血液DNA测试指令 和对陈晓琳申请婚姻禁制令 离境禁制令和堕胎禁制令等三项指令 法官阁下 反对 申请人根本没权做出上述任何申请 申请人 你跟达别人没婚姻关系 你凭什么做出这些申请 因为我是他男朋友 我也跟他发生过性关系 所以我绝对有权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 法官阁下反对 从头到尾我跟他只是律师行的伙伴关系 清清楚楚没别的 其他关系都是他想出来的 我经常到你家去 你也经常到我家来 我们一块儿逛街吃饭听音乐 这还不算谈恋爱 这也能叫想出来 你有什么证据 是啊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你曾经跟他有过亲密关系 我有证人证明 诚堂文件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你说你有六个证人 那证人呢 他们已经全都来了 可以即时做工 待会儿法官会念你们的名字 你们跟着念就行了 宣誓完毕就可以做工了 证人一 李慧苗 我李慧苗 仅以真诚宣誓 把所有的事实 向法庭坦白直供 全部真确 并无虚言 李慧苗 请你说出我杨明 跟陈晓琳的关系 同事咯 还有什么特别关系 你想想清楚 朋友咯 有空出来吃饭 那种朋友咯 他们两个平时是很合得来 不过只是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不可能谈恋爱 陈小姐一向都看不起杨先生 如果这样也叫谈恋爱的话 那我满街都是老婆了 公司那些八卦消息 我最清楚了 他们两个谈恋爱 我都不知道 那就是没有 根据我是一个结了婚的成年人 所理解 谈恋爱的定义应该是 牵牵小手 搂搂抱抱 或者是亲吻 甚至于有性行为 就连最保守的情侣来说 他们也会 眉了眼去 或者是打情骂俏 可是我完全没有察觉 杨先生跟陈小姐 有以上的行为 所以 以我观察所得 他们没谈过恋爱 也不是一对情侣 喂 你们全都发过誓 怎么可以争了眼说瞎话呢 我们是宣过誓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说谎 周对不起啊 我们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三颗星 永久居民的立场上 我们不可以做伪证的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 申请人 我根本不知道你凭什么 申请这项写业测试指令 还有这三项莫名其妙的禁止令 法官阁下 我急着申请一件DNA 是因为我想快点证实 我是孩子的生父 证实了我才有权申请 那三项禁止令 因为万一陈小林跟别人结婚 我就永远没办法证实 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了 所以我不可以让他出境 更加不可以让他堕胎 闭嘴 你根本在耽误我的时间 在浪费纳税人的金钱 答辩人不是你太太 也不是你同居女朋友 你凭什么让他这么做 不要说你不可能申请到 就算我批准你成为案件 审下去的话 也会成为效果 所以 法庭绝对不会接纳 你这么荒谬的申请 退庭 麻烦下一个案件 案件编号信息 等等 等等 麻烦 我知道搞地下情是我不对 可是 这么做是因为我自己自卑 我知道自己配不上你 我也不肯定 你到底是不是喜欢我 我很怕你随时会甩掉我 所以我才不敢公开我们的关系 不过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 申请人 请你退庭 我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怕 就算没证据证明我们 曾经谈过恋爱 就算你不承认我们谈过恋爱 就算 就算你已经不再爱我了 在这一刻 在2001年8月3号 下午10点06分的这一刻 我要证明我的诚意 申请人 你干什么 法官阁下 我在唱歌 就是因为这首歌 我们才开始 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 你为高不可攀的人 居然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 他不嫌弃我爆牙 不介意我骨板 不怕我小气 他一直做到最好 是我不懂得珍惜 麻烦 对不起 在我寂寞的生命里 幸亏要你在 你还差 你当法庭是什么地方 我知道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地方 所以我想用最严肃的态度 说这三个字 我爱你 我杨敏真心真意爱陈小林 从此刻到一辈子都那么爱你 孩子 是不是我的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是我们能够在一起 好好 你说话好肉吗 孩子当然是你的了 真的 不是你的是谁的 傻瓜 申请人 我严重警告 你把裁判署当作室爱的地方 我会考虑控告你藐视法庭 法官阁下 法官阁下 不关他的事 因为我做事太决 所以他才把事情搬上法庭 要告告我 告我决心一点 还是告我好一点 我还没说完 除非申请人能证明这次是有意义 和有意义的 要求有成效的申请 就是立刻迎娶答辩人的话 这项控罪便会自动撤销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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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四季老兄 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啊 你说呢 喂 高先生你在哪啊 对不起朱先生我快到了 快到了就是还没到啊 我们约好了四点现在几点了 我知道我几分钟之后就会到 你再给我几分钟时间 目前房市波动很大你也知道了 每分钟都是钱 几分钟能让我损失几百万呢 没那么夸张吧朱先生 现在你迟到那张合同我不签了 有什么损失你负责等收我律师信吧 喂朱先生 你喜欢放多少就放多少 你放这么多 喂 危险呢你快点放它下来 你们在干什么呀 现在你煮外 我只能做饭了 好好的做什么饭啊 他只有六岁怎么会呢 真是 我想跟他玩一玩嘛 玩有什么好玩啊 这么大个人还没分寸 对不起咯 妈咪不要骂哥哥了 哎 这句好听 大声跟妈咪再说一遍 妈咪不要骂哥哥了 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嘛 算了 下次不要了 怎么样 卡卡 切合同迟到 举起手完快点 是啊 迟了几分钟而已吗 啊 不是吧 要我们律师行赔偿 明天再说吧 嗯 好 就这样 要不要赔钱 赔什么赔啊 赔他个大头鬼啊 他有什么资格索偿啊 来 做饭吃 不是啊 以前KK也有过 签合同迟了一分钟而已 赔了六十万 那我不是要赔几百万 我吃了几分钟啊 你不要老是嬉皮笑脸的 签合同怎么可以迟到呢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你最近很忙吗 没有 你是不是整天来陪KK玩啊 你不用担心 我干这行这么多年了 有地位了吗 难道我不能迟到吗 那个客户啊 只是发发牢骚 来 做饭做饭 来 来 开什么玩笑 赔五百万 现在人家律师信都发了 难道是假的 喂 你知不知道我吃了多少 只吃了几分钟而已 要我赔这么多钱 现在他说你不守时 不尽忠职守要你负责啊 总之一句话 能敲就敲 你想想 目前房市那么低迷 那份合同有十几个单位 我是买家 巴不得你迟到 比不要订金好啊 如果追究责任 我们这边怎么说都不对啊 行了 我自己扛下来 现在是五百万 你以为你一个人扛啊 还不是我们律师行扛 这还不是我们的钱 麻烦 妈也不想啊 我不是紧张钱啊 要是事情传出去 别人会笑我们律师行的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 如果真的要赔 我跟你一起扛 好 要死大家一块儿死 不要看我啊 我可是看在纠纷上 我谢谢你们 不过一人做事一人当 不管怎么样 就算低声下气 我也会搞定的 马 马 好 朱介长 什么事啊 能不能坐下来 谈谈上次毁约的事啊 我不觉得有什么好跟你谈呢 赔偿方面可不可以再商量一下 你收到我都律师信了 我依照合同办事 可没有冤枉你啊 可是我只迟了几分钟而已啊 几分钟 几分钟会死人的 这个故事教训你高先生 做人不可以迟到 我们都知道房市会跌的 你根本就无心买那批物业 就算我准时 你也会退订的 你说什么 现在是你来求我 想赔偿少一点 你现在还冤枉我 说我想退订 本来你低声下气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你现在的态度 讨人嫌 巴不得你吊销执照 做一辈子助理高智郎 可是你这种人 做助理都不行了 这次几百万 就当买个教训吧 如果下次一千多万呢 我看你宣布破产 再跳楼也差不多 朱先生 对不起 还有什么事啊 我有什么说错了 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律师行不是只有我一个老板 我还有另外两个朋友 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他们 赔几百万 总之这次迟到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我会学乖的了 希望你大人大量 好 当给我一个机会 好 很好 没想到鼎鼎大兵的高智郎 也肯低头 不错 我会给你机会 下次 国际冲突法 嗯 马克以前主修这一科的 不过很冷门 很少用得着 所以LC叫他到英国 这个机会很难得 没听他提过 那他去不去啊 听说他推了 不过他以前跟我说过 最希望接到这种追击案件 他说能吃一辈子 他这么贪钱吗 那倒不是 学以致用啊 机会很难得的 LC Farm真的要赔五百万 高智朗 签合同迟到 搞得被人家追究责任呢 他这么失策 听说啊 他陪三民的儿子去考足球队 所以耽误了 三民 是不是LC Farm的沈学仪啊 就是她 爱屋极屋没办法 还听说啊 她低声下气 去求客户少赔一点 还不是一样 被人臭骂了一顿 最近妈高怎么回事 吊销执照又赔钱 真这么倒霉啊 她给Sammy谈恋爱之后啊 整个人都变了 连酒吧也不去了 每天待在家里面 帮女朋友带孩子 变成个家庭主妇了 她行不行 听说不行 不过还得努力学习 许姨 许姨 你说什么都好 不要放在心上 对不起 干吗说对不起啊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最要紧的是开心 可是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 好像在委屈自己似的 傻瓜 你胡说什么呀 你为了陪QQ考足球队 结果耽误签合同是不是 只迟到几分钟 我知道你想QQ尽快接受你 可是我不要你逼自己去改 这样你会很痛苦的 我不痛苦 你怎么这么说 律师行的人都说你变了 只忙着带孩子 连啪啪都不去 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事 我自己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人长大了当然会变的 难道不可以安定下来吗 总之我做任何事情 都是心甘情愿的 你真的觉得开心 开心 怎么会不开心呢 开心你就不会坐在这里 你还是答应NC去英国吧 你知道了 你吊销执照又赔那么多钱 怎么都会影响你的事业 去英国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不想去 当年你修的是国际冲突法 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 我知道你其实很想去 你不要骗我 阿神啊 打这种官司至少得要一年半载 甚至三四年也说不定 甚至于更久更久 我怎么不知道是一个机会呢 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才能够在一起 我不想放弃 我不想走 你懂不懂啊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去吗 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你为了QQ搞成这样 我已经很内疚了 目前对你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我 不是QQ 是你的事业 如果你为了我放弃这么好的机会 我会更加内疚 难道我不想跟你一起生活吗 我告诉你 我比你更加想啊 可是我真的不可以这么自私 现在分开一阵子 不等于分手 一有时间我会过去看你的 你也可以回来看我 男人应该把眼光放远一点 你也希望给我和QQ更好的将来 对不对 要不要做如果能够 他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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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么 aka 行了行了 不用送了 给我们一个借口偷懒可以吧 你呀 到了那边 记得多穿点衣服啊 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子 你不用照顾我了 你还是留给人家照顾吧 有空缠了电话回来 有事帮忙就说话 还有啊 到了那边多赚点钱 我们还在亏几百万 麻烦 跟你开玩笑的 六七月记得回来吃我儿子的满月酒 那当然了 我是干爹嘛 学姨呢 他QQ去买东西 回来了 你们两个慢慢聊啊 哥哥 我特地买糖果给你吃 QQ特地买给你的 QQ真乖啊 哥下次叫你猛虎射球好吗 好啊 别这样 我已打很多很多电话回来 寄很多很多银帽给你嘛 要不然 我飞过来跟你吃个宵夜 接着飞回去啊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带着QQ跟我一块儿过去 我只是说说他 你刚考到执照 事业才刚起步 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让你们放弃一切跟我过去 我可以进去了 你保重 你也是 QQ 我走了 他 怎么办 自己要小心哦 我都可以 我也没啥 朗叔叔就这么走了 我知道妈咪一定很不开心 可是她说她不会走 因为她的理想是做一个出色的大律师 朗叔叔已经去了一年了 我也生二年级了 妈咪呢 我听CT叔叔说 她现在是正式的大律师 做大律师这么紧张吗 一定是有很多事情了 起来了快点该上学了 快一点呢刷牙洗脸快点 精神精神快快快 拜拜妈咪 拜拜 忘了拿球啊 那我会来接你放学 记得好好听课 踢球小心知不知道 你也要小心啊 我小心什么 妈咪我是说你刚考到赵啊 什么 我学了五十几个钟头考了三次了 车子开得很好 你放心好了 我是说你考大律师的照啊 你知道我今天第一天打官司 连妈咪也耍 小心打官司啊 你上学吧你 拜拜妈咪 你说你是被告梁安东的邻居 在案发当时你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 我亲眼看到他拿财刀杀人 接着下来怎么样 他砍完人之后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就马上打电话报警 法官阁下 控方问完了 该辩方问话 妈咪第一次上庭打官司 就是这样了 后来我听CT叔叔说 妈咪表现很好 不过还是输了 其实我知道妈咪为什么会输 是因为那个不合适的假发 有一晚 妈咪为我搞了个生日party 很多阿姨叔叔都来了 送给你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哇 好多啊 杨哥 杨哥好可爱啊 来 让特别姐姐抱抱 还姐姐 眼角的月文都出来了 命好了做了妈妈了 还有啊 你的衣服在哪买的 深圳啊 没品味 周的牙齿整好之后 说话这么嚣张 妈妈 比你还嚣张啊 他像我以前那样吗 现在的我啊 在家里忙着带孩子 阿沈最了解我了 妈咪 吃蛋糕啊 乖 你别这么心急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还要考虑一下 好啊 拜拜 美娇姐啊 一直忙着说电话 吃块蛋糕啊 来 别理她 她喝水就喝饱了 嗯 美娇姐 怎么样 她是不是又跟你求婚啊 问过几次了 可是我不想这么走 嗯 你的中学祥是不是鬼迷心窍啊 周啊 别那么快答应而描解 你结了婚啊 女人就不值钱了 喂 谁说的 我已经结婚了 我老公不知道多疼我 我很靠奇 老听说你老公你老公 我妹妹见过 你究竟有没有老公啊 谁说我没老公啊 马克见过 马克见过 啊 对了 马克是不是今天晚上回来啊 不然为什么还没到 哦 我跟他通过电话了 他说坐早一班飞机 应该到了 哦 打电话给他都没人听 不如查查航空公司了 好的 先生 请到这边来 扫里啊 我来晚了 对不起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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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很不说欢迎吗 KK生日快了 谢谢 你用不着担心的 如果他有事 会打电话给你 嗯 嗯 喂 吹西 你回来了 向辉他 哎 让我听 让我听 哦 快点点 结果 朗叔叔还是没有来 好像是说 有事情走不开 怎么大人那么多事情 谁给他们那么多功课啊 自从那晚看不到朗叔叔之后 妈咪一直都很不开心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还找不到朗叔叔 我听麻烦阿姨说 他可能以后都不回来了 那就糟了 妈咪那么不开心 其实他是想留下来做大律师呢 还是想跟朗叔叔在一起呢 QQ 妈咪去工作了 待会儿我回来接你 拜拜 我知道妈咪一定是想跟朗叔叔在一起 所以一年前在机场 应该是这样才对 对 妈咪 你不开心啊 QQ 如果妈咪不做律师 跟朗哥哥去英国 你会不会跟妈咪一块去 那爹地呢 那你以后就比较少气会看到爹地 那坐飞机就看到啦 我知道妈咪跟朗哥哥在一起最开心 我喜欢妈咪开心 QQ真是懂事 我们现在马上去买机票找朗哥哥好不好 好 走吧 好 走吧 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谢大家 哎呀 杨光杨光 你会不会爆牙 大人不会啦 还不知道牙齿还没长齐呢 哇 超人 自从你取代阿沈的位子做了助理之后 真是水鬼声成皇说话这么嚣张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像你呀 嘿嘿 我现在不敢了 我现在要努力读书 像阿沈那样去考PCLL做大律师 啊 对了 我们还少个partner等你呢 嘿嘿 成你贵言啊 苗姐 你忙着接电话 我切个蛋糕给你吃吧 不吃了 她吃了炸蛋 别的吃不下 喂 苗姐 怎么 她又跟你借钱啊 问我好几次了 不过我不会借 其实那个中学祥会不会是桃古井 苗姐 不能借给她 女人一在个男人手里啊 就翻不了身了 我不会借的 也不一定 就是我老公吧 她对我很好啊 你老公 你老公 老是提你老公都没见过她 你到底有没有老公啊 就是 谁说我没老公 马克阿沈跟她不知道多数 很久没见过他们了 昨天晚上跟他们通过电话了 她说孙庆很忙 赶不及给马克过生日 她说今晚会打回来的 是吗 可能是他们 喂 阿沈 Tressy 你走了没多久 灰哥就把侦探社结束 也像你这样去了旅行 她还没回来吗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不过她有打长租电话给我 你呢 走之前你是要去欧洲啊 结果去了很多地方 多的都数不完了 前两个月才回来的 一回来呢 就进了绿症署工作了 你不记得别人怎么看你啊 这一次去了这么多地方 我发现原来世界真的好大 自己很渺小 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是自己怎么看自己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一个女人去那么多地方 还挺危险的 说到一个人去旅行 我的运气还不错 每次遇到什么事 我都可以逢凶化吉 逢凶化吉 嗯 譬如有一天呢 我的护照不见了 可是突然间又出现了 有一次逛街下雨了 居然让我捡到一把雨伞 还有啊 有一天很晚了 我找不到地方住 突然间有个人走过来 告诉我哪里有旅馆 你说多巧啊 是吗 嗯 那种感觉呢 就好像有个守护天使 在你身边保护你 突比 啊 辉哥他之前 寄了些明信片跟照片给我 我拿一些给你看 哎 这么巧 向辉也去了欧洲了 仔细想想 真的不是那么巧啊 你想想 辉哥以前是自家侦探 他想找你太容易了 其实我知道 他真的很想找到你 怎么了 你看这两张照片 哎 你们两个都去过罗马许愿全拍照啊 你看看上面的日期啊 你们是同一天去过同一个地方 啊 真是很有缘啊 不对 其实辉哥早就已经找到你了 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傻呢 不肯见你 说不定你说的那个守护天使 就是辉哥 如果有个男人 对我这么好 为他死我都愿意 这次啊 你记不记得今天是辉哥生日 你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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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 是你一直在暗中保护我 对不对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重来见我 因为我对不起你 我没有脸见你 我再没有资格做任何事 我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等你 就是等你 终于让我等到了 值得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人 一定值得 你知不知道你很傻 很多人都这么说我 你真的很傻 Crissey 答應我永远要叫你 你 艾瑞西 怎么这么急啊 马格林 你还踢足球啊 我找了很多有用的案例 应该能帮你打这场官司 妈咪 QQ 做我的助理呢 不用这么拼命 做我管家婆又不同了 这个时间应该到唐人街 去买猪剑熬汤给我吃啊 谁做你的管家婆 我想过了 这场官司不知要打多久 还是保险一点 订个民分 注册吧 我好像没有答应给你结婚 何况QQ也未必答应 我没反对啊 不反对不表示喜欢 也不表示赞成 那QQ喜不喜欢 赞不赞成哥哥 跟妈咪结婚呢 喜欢 二C呢 好啊 又有的事了 那 法官没问题 陪审团又一日通过 高智朗跟沈学仪择日成亲 考虑一下 我们回家了QQ 好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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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样 喂 你别耍我呀 我想出什么理由 可以跟你结婚呢 可是我想到一个理由 你是应该跟我结婚的 但是我想到十个理由 是不应该跟你结婚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好理由 剩过十个坏理由 什么理由这么深呢 我爱你了 什么 我爱你啊 我也爱你们 我爱你了 来 QQ 我爱你们 I love you 我不知北角愛著你太多 I love you 卻不想跟他分一杯雨過 I love you